有別於傳統太陽能板要釘裝 安裝軟身太陽能板 用的是膠水 先塗在底板 再加玻璃膠 最後貼上可以屈曲的太陽能板 大約30分鐘大功告成 樂園說全個園區暫時有70塊這款軟身太陽能板 3月底安裝 每塊重大約10公斤 較傳統的輕6倍 雖然安裝限制少 但是效能不及傳統硬身板 因為之前做設計的時候 天台沒有如放在太陽能板 如果整種能力沒有做到那麼高 就會用軟性的太陽能板 同樣面積 同樣的太陽能光 會出70%的電能 過去3年 樂園已經在20棟建築物 安裝5200塊硬板 大約五分一集中在小小世界的天台 用屋形陳列向兩邊傾斜 軟硬兼施之下 預計每年能夠產出236萬導電 再透過政府的上網電價計劃 以每導電3至5元賣給中電公司 扣除成本 暫時有錢賺 另外樂園用網上監測系統 用應用程式實時追蹤 全個園區所有太陽能板的效能 我們亦都有同事專責 不過我們不會長期看著等有事發生 有問題的時候會有瓶子出來 都發生過 他們有些泥頭彈了過來 弄爛了太陽能板 這些就即時可以處理 樂園說已經檢定了度假區內 另外10棟建築物的天台 加裝太陽能板 但細節仍然要視乎園區的整體環境報告 和表演節目的規劃而定 都會有一次看到 有一個主意的 感谢观看